为了因应特殊严重传染性肺炎疫情的升温 预理分局是加强向雇主以及移工宣导防疫的安全观念 通报资讯的转现 国内疫情有升温趋势 为了防止移工因为群聚而造成疫情传播 预理分局相关单位到沙石厂、制米以及食品相关工厂等雇用较多移工公司加强宣导 希望移工能够落实防疫措施 这段时间你们就是尽量不要跨县市的群众 尽量都待在这里 然后在池上那边也有暗 你只是要过去 你就是尽量不要出去 然后如果朋友同学来的话 也是尽量进行结束 等一起到文明之后再见别 预理分局说明 目前居留外桥450人分别是以工作等名义占居在辖内 尽情疫情造成人心惶惶 为了避免移工因为群聚而造成疫情扩散 请移工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最新规定 然后那个1951 因为你知道我那里能点通 你知道点通 Line上面有一个可以看的 应该都有 应该都有下来 他们应该都有下来 注意自身安全以及做好防范工作 减少出入公共场所 遵守各项防疫规定 最后也呼吁民众 对待疫情千万不要松懈 防疫是同作战 期盼全民攜手度过难关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高松双育正采访报道